没有人参 难有食参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食参 我们拿一点出来 好了 这么多够了 先给它清洗一下 然后再加入清水浸泡两个小时 如果赶时间可以用开水浸泡半个小时 锅里水开了 我们要把骨头放下去焯烫一下 大概焯烫个30秒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煮太久了 这个肉的鲜味就煮人了 然后再给它清洗干净 骨头清洗干净 直接放在砂锅里 用来包食参的肉料 可以选择骨头 也可以选择鸡肉 这个是个人喜欢都可以 看我们的食参浸泡出来的水层金黄色 它有一种很特殊的香味 我们连羹带汤一起放到砂锅里 我这里有100克的食参 最后再加热一颗蜜枣 它有提前韧燥的作用 先待会儿煮开再转小火煲两个小时 我们的食参骨头汤煲好了 加点盐调一下味就可以 这个汤包出来颜色很好看 很金黄色 然后闻起来又很清香的味道 我们这款食参包骨头汤呢 它包出来口感甘甜 味道清香 具有脂壳化痰 消炎健脾 还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这夏天来一闷热人的睡眠质量就不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好喝的猪心汤 我们所需的材料有半个猪心 瘦肉 玉竹 沙生 桂圆 枸杞 还有莲子 半个猪心买了15块钱 先把它清洗干净 猪心切成片 瘦肉切大块 冷水下锅焯去血水 加入两片姜 少许料酒去腥 煮的过程中呢 把这些浮沫给它撇去 擦好后捞出来 直接放到炖中里 然后把所有的食材都洗一下 枸杞就先不要放 差不多出锅的时候再放 写好了 放到炖中里 加入适量开水 加牛黄酒的话呢 可以加入两勺 没有的话就不用放了 选择肉类汤一小时四十分钟就可以喝了 时间还有十分钟的时候 加入枸杞继续炖 好了 我们的汤炖好了 这个汤不需要调味 它的口感也不会寡淡 还是蛮好喝的 这个小炖中呢 大概是三到四碗汤的量 我们一家四口喝刚刚好 这是一款特别适合夏天喝的清新安神汤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咯 骨头我们先冷水下锅 焯一下水 加入几片姜 一点点料酒 准备20克麦冬 10克石壶 石壶我们给它拌成两截 等会炖出来才不会太长 放入水的锅头 给它清洗一下 石壶跟麦冬也清洗一下 然后放到炖中里 再加入一颗蜜枣 最后加入热水 选择隔水炖三个小时 加少许盐调一下味就可以喝啦 我们这个石壶麦冬炖龙骨汤呢 喝起来清香回甘 它有滋阴清热 生津养味的作用 特别适合经常坐在电脑前面 或者说是熬夜的人群喝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鸡肉先浓水下锅焯一下水 加点料酒去一下腥 烧好水的鸡肉 过冷水 清洗一下 烧好水的鸡肉先放到砂锅里 鸡松蓉泡一下水之后呢 清洗一下 地头的位置 地头的位置有时候会有沙 这个鸡松蓉呢 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可以经常多喝些菌锅类的汤 对身体特别好的 再加入100克的莲子 这个莲子呢 有安生的作用 加入适量的清水 最后加入2片姜 1克蜜枣 盖上盖大火煮开 汤煮开了之后 调香火 煮一个半小时 我们的鸡松蓉煲鸡就煲好了 加点盐 调一下味就可以喝了 试试看一下 这个汤爆出来颜色很漂亮 现在摇一碗出来看一下 这个汤爆出来颜色金黄 口感清香 它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 安省助眠的作用 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人和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